哈尔滨市北龙温泉酒店之20人死亡,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彦斌今天上午已被抓获,目前正被押往哈尔滨市看守所。 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,昨天下午,哈尔滨警方曾悬赏30万元,征集犯罪嫌疑人李彦斌的击捕线索,通缉信息显示,2018年8月25日,哈尔滨市松北区北龙温泉酒店,发生一起重大消防责任事故案。 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彦斌,女、汉族,1965年10月25日出生,哈尔滨市南港区人。作者,赵佳琪,原标题,哈尔滨酒店火灾嫌犯李彦斌已被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